今天5月全台疫情大爆发 就怕病毒扩散 中央宣布松山台中嘉义台南和高雄 由飞往离岛机场都必须设置筛检站 从6月2号开始提供旅客筛检服务 不过随着疫情趋缓 离岛县市都已经取消旅客强制筛检 经过指挥中心评估之后 交通部民航局19号晚上宣布 从20号开始台湾5个机场飞往离岛旅客 只需要填写健康声明表 不用结果筛检就可以大机出发 我们开放出境区的局部的用餐 其他的我们的地区 我们的区域的餐厅 我们都可以让大家开始在机场里面饮食 经常来到桃圆机场 中央宣布19号开始管制区内开放饮食 贵宾涉海餐厅也终于全面开放 不过机组人员高峰省地区旅客外籍生 一般入境和泡泡旅游民众入境时都会受到管制 必须按照动线离开场站 其他出境区域开放饮食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